我看你过去几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你对那个九二共识说的一个中国不成立了 你提了一个新的观念叫一个中华这个观念 这个很多中国大陆的人没有听过 你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我现在先讲我主张 我就是基于台湾跟中国不可能离去 地理上是近年 就搬不走 搬不走 那怎么共处 第二个我忠于历史 我的祖先也是来自中国大陆 很多人的祖先也是来自中国 原住民以外 所以我其实我当立法委员 我第一次选举我就提出远亲近年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跟贴切来形容 全世界的放眼国家跟国家之间 我觉得台湾跟中国就是远亲近年的关系 哪怕中国不喜欢远亲这两个字 我是永远 怎么可能认为是近亲 或是兄弟 那你就看大家努力 你要知道我敢讲那个时候 那讲那样一句话 是生活在国民党40年的戒严统治 一直要反共一直把中国讲得多坏多坏 我们在台湾的人是这样长大 我小时候都是听到国民党讲上杀猪拔毛什么什么 中共是多罪恶的 邪恶的 对啊 所以我今天讲的话是要在中国大陆 所有大家有理性的朋友 真正听到 知道台湾人民的声音 我反映了 是这样长大给他国民党40年戒严统治 你如果稍微被发现不一样 不是抓据官就严重就枪毙 所以如果要改变这个关系 好在现在国民党还是我们把它调教下来的 2000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无阻候选人 陈水炳找我 我们可以用和平方式 让国民党把50年一党专政的政权平凡的 很平和地交给我们 没有留任何一滴血 也很了不起了 就是全世界的奇迹 我可以这么讲 大家要知道这样 宁静革命 对 好那回过头来 我的主张 说一个中华 很坦诚 我是建议为了区域的稳定 世界的和平 还有中华民族的发展都可以 我们可以接受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所以我建议已经讲了很久了 第一个 是不是北京当局可以改两个字 一个中国改为一个中华 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去 一个中国的话 全世界都承认是PRC 台湾有一群人说是ROC 这就是两个中国在吵了 吵了那么久了 那在台湾更有很多人把它当敌国 所以怎么样也不会接受 可是一个中华是文化的 是血缘的 我有把握 大家都可以接受 虽然很少人敢提 我已经三年前开始提上了 那你这跟柯文哲的两岸一家心 是不是有点像 他那个是口号 他那个是口号 这个意思好像也就是两岸之间有血缘清缘的关系 但是没有提主权的概念 我们现在要讲两岸应该不是政治的语言 我来讲的是如果习主席可以接受一个中华的话 台湾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 那这个中华是一个文化概念 文化民族 民族的概念 对 然后第二个建议再改一个字 两岸统一改为两岸统合 那我几年前就开始提倡 那我有注意到 不久以后 中国到时候就开始用两岸融合 所以统一我提统合 如果他提融合 那起码这个就化兵了嘛 不要这么敌 统一和统合有什么区别吗 统一是大吃小 上对下 那也不一定 也可以签平等的条约 比如说大 很简单 邦联跟联邦的不同在哪里 中国到时候也算邦联制的一种 因为中央政府管各省 共和制 美国联邦政府管各州 那我认为还有一个叫做邦联 邦联是什么模式 就像欧洲联盟 欧洲二十几个国家 欧盟那个 欧盟 各有主权 内政自己管 但是区域性的可以统合在一起 你就是说大陆和台湾 加拿来如果要是搞在一起 应该类似于欧盟那种模式 就是统合 那统合化取名字 有的叫 以前叫大英国协嘛 Herman Wells 那或者叫Union 这都是名称的问题 起码大家基础是平等的 但是有共同的利益 所以基本上中华邦联 那这样我是觉得 也不支持解决台湾问题 以前孙春春先生讲的 五族共和嘛 西藏 新疆 蒙古 大家都变成 China 叫做Common Wells也好了 叫Union Chinese Union 这样在国际上 不是更赢吗 这不是两个国家 关键是吧 是两个国家 但是在内政上 各有各的政府嘛 就是欧盟模式 对不对 可能有一个虚位的 就是中央政府 就是欧盟 欧盟也不算虚位 它有European Council 的理事会 还有议会 对不对 也就是共同的事物 大家一起商量 统一的货币 什么之类的 对 还有很多就是贸易 各方面 那不用签证嘛 所以我只想 如果大家可以介绍欧盟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癌尼 在这里